春节时大鱼大肉吃多了,节后往往会令人提不起食欲,而清淡一点的菜式,就成为餐桌上的抢手货。 今天选干阁肉,韭菜与鸡蛋配搭,弄一款清淡宜人的家常小菜,阁肉其肉味鲜美,营养价值高。 今天用它烹熟一道醒味的小菜与猪菌共享,家常也美味,韭菜阁肉炒鸡蛋的做法不准。 1. 干阁肉温水泡发半小时。 2. 鸡蛋有锅炒熟后取出。 3. 韭菜改刀备用 4. 由锅里炒香葱,隔入后。 5. 倒入韭菜翻炒半分钟,使用的熟具,炒锅。